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短的格言跟一到九章不一样 一到九章是属于长篇的训悔 我们上次也谈到在这个格言的智慧里面 大部分是以四个主题来警戒 教训 训勉 我们要得着真言的智慧 而不要走愚昧人或是恶人的道路 那谈到的四个主题是言语 以及品格 还有财富 以及敬畏神 那我们就继续来看第十章的下半段十七节开始 谨守训悔的乃在生命的道上 违气责备的便失迷了路 真言一直提醒我们要有受教的心 愿我们一生都做上帝的学生 愿我们一生都愿意被圣灵来感动 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 因此愿意谨守上帝的训悔的 他必一生蒙福走在生命之道上 反之 厌弃自高自大 泄满人 愚昧人 他违背了上帝的责备 放弃了上帝的责备人 他一定要迷失他的道路 最后就落在犯罪灭亡的陷阱里面 十八节 隐藏怨恨的 有说谎的嘴 隐藏怨恨其实就是心里面有苦毒 心中有埋着很深的苦毒的人 他就有说谎的嘴 为什么 因为他口说的话 跟心里面所想的常常不一致 他自己也很痛苦 因此需要被真理的圣灵 光照我们的内心 上帝要解决我们生命中的苦毒 医治我们的破碎 在十章的第十二节 也曾经提醒我们 那一节很好很重要 我们应该把它背起来 恨能挑起争端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愿上帝带领我们离开隐藏的怨恨 走出生命的苦毒 十八节继续说 口出残棒的是欲望的人 真言一直在言语的事情上提醒我们 言语其实是心里面所充满的 言谈之间不小心就会说出来了 因此呢 言语在表达我们到底里面是一个智慧人 还是一个愚昧人 因此口出残棒 就是嘴巴所说都是在毁谤人的人 他真的是一个愚昧的人 因为他里面充满了愤怒不平嫉妒纷争 十九节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事有智慧 这句话很棒 我们再读一次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事有智慧 这边在提醒我们 讲话要经过大脑 讲话要多思考 三思而后行 那当然也包含说 我们怎么常常会讲错话 其实因为我们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错谬 以至于我们讲出来的 很容易就讲错话 因此呢 当你发现你自己常常讲错话 讲话不得体 讲话惹人厌 那你就要去思考 我里面到底怎么了 不然为什么讲出来 都是这样的话语呢 二十节 义人的舌乃似高银 恶人的心所值无己 义人的舌头所说出来的话 也代表他内心真正生命的光景 一个义人他心中愿意谦卑 受教走神真理的道 走永生之道的人 他所说出来的话 非常有价值 高银代表是这个等级很高的银子 就是他是纯净的没有杂质的银子 代表他的贵重 因此呢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所说的话都造就人 也容神义人 成为义人的舌头乃是高银 那恶人的心呢 所想的因为都是邪恶诡诈 愚昧贪婪的事 所以呢 他的心没有价值 二十一节 而一人的口教养多人 愚昧人 因无知而死亡 我想这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的口 能够教养多人吗 还是你的口 散播出来的都是 害死人的毒气 或是让人家 避而远之 属灵的口臭 最可怕的 我们要提醒啊 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喜欢讲别人的闲话 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耶稣说 有一天你讲的每一句闲话 都要被上帝把它供出来 每一个字都要定你的罪 真的不要在教会里面讲闲话 然后也不要去喜欢去当那些听众 当教会里面没有人愿意去 当那些喜欢讲人家闲话的 自以为是的那些话语的人 他缺少听众 他就不会讲 我们要制止这种事情发生 二十二节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哇这句话也很棒 神的本意是要祝福我们 因此有时候神赐福给我们 我们要感恩 有时候神要祝福我们 我们不知感恩 还觉得神在害我们 呼召我做这个事情 带领我走这条路 神啊你是不是在害我 好像那时候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 都说神要把我们害死在旷野 早知道就不要出埃及了 我们再讲一次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要欢喜领受 神给我们的带领 因为祂是要祝福我们的 不是要使我们悠悠愁愁的 好像为主赐很多的苦 不要这样想 二十三节 愚望人以行恶为细耍 名责人却以智慧为乐 愚昧的人啊 喜欢怎么样一个样的行恶罪恶 来当做细耍不正经 每天想都是一些有的没有的 包含言语的泄漫啊 言语的霸凌啊 每天在想到这些发横财啊 说别人坏话这些 人生都是不正经 不走到正道上 但是有智慧的名责人 却是以上帝真实的智慧 为他生命中的满足跟喜乐 二十四节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 义人所怨的必蒙应允 哇这句话讲得真好 恶人所害怕的 每天害怕东窗事发 害怕这个举头三尺有神明 害怕这个做亏心事 半夜鬼敲门 害怕多行不义必自闭 神是公义的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 弟兄姐妹不要 不要走夜路 夜路走多了一定遇到鬼 遇到鬼就算了 遇到公义审判的神 就倒大霉了 但义人所怨的 必蒙上帝应允 这真是一句太棒的话 使我们坚定的 要来走神的道路 暴风已过 恶人归于无有 义人的根基 却是永久 这句话真棒 恶人所做的事情 经不起考验 更经不起上帝的考验 恶人所做的 最后都归于无有 唯有一人 不论是遇到环境的考验 大环境的挑战 还是上帝给他的试炼 他的根基永远长存 26节 懒惰人叫猜他的人 如醋倒牙 如烟熏木 而如醋倒牙怎么样 就是牙齿很酸 咬牙切齿 然后呢 如烟熏木 就是怎么样 流眼泪的意思 懒惰的人啊 叫他的老板 叫他的主管 叫他的带领者 咬牙切齿 叫他的带领者 叫他的老板 叫他的主管怎么样 终日流泪哀叹 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 不要懒惰 真言告诉我们很实际的事情 要勤奋 不要懒惰 为什么人会懒惰 因为 没有走在上帝的道路里面 没有异象 民就放肆 为什么你会懒惰 为什么常常有人说你是懒惰的人 或是摆烂的人 你就要去想是不是因为我的生命 一直不愿意走在上帝的带领里面 才会没有异象 才会每天 这个 这个混吃等死 虽然每天朝九晚我去上班 可是也是昏昏恶恶过日子 愿主帮助我们一个人 走在上帝的道路里 你要先谦卑 你要来问神说 为什么创造我 为什么救赎我 求你带领我 光照我 我有什么部分的价值观 一直没有调整过来 以至于每天昏昏恶恶成为懒惰 没有方向的人 27节 也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 那恶人的年税必被减少 这句话很有道理 因为在真言里面 蒙神祝福的义人 他所领受的上帝的恩宠 是包含看得见的恩宠 以及看不见的恩宠 看得见的恩宠 包含身心灵被丰盛的祝福 28节 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 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 义人所盼望的 神一定会信实的 应许给他都会实现 但是恶人所指望的 因为不是出于神要给他的 是他自己贪婪的欲望 所要成就的 他必要灭没 耶和华的道 是正直人的宝藏 宝藏就是堡垒 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 耶和华的道路 是一切正直 愿意走神的道路人 最佳的堡垒 神必保护我们 因此你想走神的路吗 神会保护你 保守你 好好的走完神的义路 反倒是神的道 神的这个真理 会败坏一切作孽的人 特别对于神的儿女来讲 有时候神的儿女犯罪软弱跌倒 特别容易被神管教和光照 甚至是特别容易被发现和曝光 目的是什么 神不希望你在一开始犯罪的时候 没有人把你拉回来 因此神要管教你 神爱你才管教你 圣经也常常讲 因为他把我们当儿子一样 他所爱的儿子 他必管教 因此呢 耶和华的道 会成为作孽人的败坏 三十节 义人永不挪移 恶人不得住在地上 这跟刚刚所谈的是一样的道理 义人道路是永存的 恶人是不会长久住在地上的 神必审判 而义人的口滋生智慧 而乖谬的口 乖谬的舌头必被割断 哇这句话讲得好严重 因为义人的口 所说出来都是 容神义人 使人得帮助的话语 那但是呢 恶人的舌头 讲的都是些乖谬的话 必被割断 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 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继续愿意在言语上来受教 求主帮助我们 主我们如果常常发现 自己的言语 充满了不敬钱 充满的戏孽 充满的忌妒 充满的苦毒 充满的 这些不讨人和神喜悦的言语 我们就要求主光照我们 我们里面到底怎么了 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 改变我们的里面 以至于我们的外面的言语 才会自然流露不一样的心香 滋润人 使人得智慧跟生命 主祢也帮助我们 不要成为懒惰的人 我们会懒惰 会混吃等死 会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实在是因为没有异象 没有异象我们就放肆 因此恳求主 将生命的道路指教我们 让我们谦卑自己 回转到你面前来 寻求你的面 你说寻找的必寻见 扣门的你必开门 谢谢耶稣 你来是要使我们得生命 并且是得丰盛的生命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